大家好 再次为您带来经济日历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周五对市场有影响的经济事件 我是希腊的麦克拉夫林 今天有一条好消息 即备受关注的李家欧洲财长会议 希腊问题是日程安排上的项目 会议可能会做出一个计划 或者会涉及到希腊退欧的问题 上午八点钟将要发布的是 受到高度重视的四月份德国IFO企业新鲜指数 过去五个月该指数持续上涨 目前处于2014年7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格林立志时间中午12点30分 将要发布的是备受关注的美国耐用品订单数据 二月份由于美元走强 美国货很少吸引外国买家 订单少于预期 以上内容为本周五为您带来的经济日历 我们下期将为您带来周一的相关概述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